师妹 别不高兴了 让你换上男装 主要是为了安全 这位帅气的小师弟 陪师兄喝杯酒吧 师兄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对了 野王应该就在这近郊 大王 被秦王做牵制野王 应该也有很多年了 想当年 大王对我们公孙一家 真是十分礼遇 不知大王现在过得怎么样 想必大王现在还不知道 浦阳王城之事吧 师兄 爷爷叫我们去找 鲁沟建大侠 我日前 听闻鲁沟建大侠 曾败在信陵军门下 当时客 可是这信陵军早已逝世多年 门客早已四散各处 如果想要找到鲁沟建大侠 我们还需要再打听几番 二位客官 您的菜 多谢 多谢 万用 客官 你们的酒 请万用 自相国获三川郡 洛阳十亿十万户之后 这洛阳 可兴盛得很啊 洛阳本为富庶之地 相国出身商骨 自然明白如何战绩优势 不过此番来洛阳 王兄倒是想通一事 待我执掌大权 为而让天下所有的夫人 都搬来咸阳 捡赋税 去摇义 让他们安居在咸阳 这些夫人重视钱财 甚于国格 若是我大秦 可以给予他们 更好的生活 天下谁是王 他们都不在乎 王兄英明 要是能将天下钱财 集中到秦国 秦国国力必然强盛 二位公子说得都几事 走 走 走 小娘子长得 你们想干吗 真俊俏啊 是啊 你们想干吗 陪大爷喝两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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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陪大爷喝两杯 你是谁 你放开我 是啊 你喝两杯啊 你去哪 师妹 放开 放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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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滚 走 走 走 两位少侠身手不错 公子也不差 师逢乱世 公子能有如此侠义之心 真是难能可贵 少侠谦虚了 既然志同道合 本公子请你们喝个酒 交个朋友如何 赵公子 相逢既是缘分 来 喝 来 赵公子 相逢既是缘分 赵公子 不知为何你们现在来洛阳 我们是经商路过此地 赵公子 听说现在秦国正在进攻赵国 兵荒马乱的 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的 是啊 赵公子 自己的母国受到了威胁 想必你们心里应该都不好受吧 这暴秦也真的是太猖狂了 六国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 非要打来打去的 弄得人心惶惶 赵公子 赵公子 现在 正是我们六国联合 抵抗暴旗的最佳时机 不说这个 难得遇到两个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今夜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还想问你呢 这是我的房间啊 这是你的房间 对啊 看来寡人昨天是喝多了 走错房间了 寡人 我真人就这样 喝多的时候喜欢称自己为王 孙少侠 你别见笑 其实我 不是很喜欢跟别人一起睡 我也是 既然睡都睡了 我还有些困 我再睡会儿 等一下 等一下 赵公子 要不您先出去吧 出去 出哪儿去啊 我 我想更衣 不是 你更衣 你更呗 大家都是男的 你怕什么 你不好意思啊 你不好意思 我帮你拖 来 都是男的 你怕什么 这样 我先拖我的 不不不 别 孙少侠 孙少侠 为人挺拘谨啊 你该不会 是个女的吧 我是男的 对呀 你是男的 你怕什么 来 我给你拖 拖 赵公子 你若再靠近一步 我就叫我师兄了 一看你 就是年纪还小 算了 不逗你了 我一会儿啊 先下去准备点早餐 记得来吃 嗯 好 哈哈